记得我的第一台无人机是Parrot Meeple Zone 小巧却不便携 浪漫主义般的做工 每一次飞翔都让我心惊胆战 后来有了Fenton 4 智能平稳 但却越发的不够便携 每一次尽兴的飞行前 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那么现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说最近大家Mawik很火啊 我也们都想看 让我们一人买一个Mawik 一人买个金临四 出去飞飞无人机的视频啊 做做比较 公司报效 我操 公司什么时候这么有钱的 不是说工资都发不起的吗 你睡糊涂了呀 我们公司不是一直很有钱吗 什么时候发不起工资了呀 你买Mawik还是金临四啊 金临四市场都要大雪 飞机也要大一些 肯定要玩一些 效果也要好一些 我就决定买金临四了 我买金临四 好 那就这么说定的呦 我买Maw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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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的要在山上飞飞机的 咱要累死我了 哎 哎 啊 你懂不懂快点啊 马上就到 跟你上山 太阳都要上山了 怎么走路这么长 你终于上来了呀 不过这太阳都已经要下山了 我们回去吧 我踩上来又下去啊 对呀 走吧 把你们拍的给我看一下 好的老板 不错 拿回去 你的 我 我没拍到 没拍到 嘿嘿嘿 那你可以安心地上路了 这是Mavic Pro 又称Yu 是大疆的第一款折叠式无人机 感谢小狼君为我们提供的产品 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想到 这是一台可拍摄4K视频的专业级无人机吧 呃 呸呸呸 应该是无人机吧 作为一款折叠式的无人机 单从机体本身的角度看 折叠后的Mavic比晶零4小太多太多 嗯 大概也只有一个矿泉水平那么大吧 重量轻 拿在手上完全不费劲 对了 脱胎换骨啊 这他妈才是我想带出去飞的机机嘛 把它放这里 这里 快出 嗯 变 终于斜了 所以 你不会再爱精灵4了 为什么 哇 因为一旦欲用多了 再回去用精灵4 你会 正常展开状态下的欲 从正前方看有点像一只萌萌的大螃蟹 轴距和精灵4差不了多少 机翼的展开有明显的弹性 展开收回可以让你玩一整天 如果不完全展开 你其实可以把它当作某种状态下的雕塑 放在家里也是相当不错 嗯 这位设计师应该是个有情趣的人 嗯 Ui 这次造型一改精灵系列简洁科技风的设计 使用了节肢动物 硬壳类动物 昆虫 本为蓝本仿身设计 棱角分明 军式化涂装 给人硬朗和具有攻击性的感觉 更像一架军用设备 比如 他 他 他 闭嘴 能不能别胡说八道 嗯 好吧 电池在机身的上方 而云台则放在了无人机的正前方 一切空间都是利用的非常完美 而这么小的云台 我真是第一次看见 很精巧 但是 没事一定不要玩这个云台 因为它看上去就如此的脆弱 一个不小心你就可能把它弄坏了 所以 平时不用的时候 还是要 12 好好保护一下 然而这样的1 2 保护很容易忽略里面那个家伙 起飞前 如果忘记取下里面那个家伙 又忽略了这行字 抱费一个云台 那就是分分钟的事了 好 再来看看这个游戏手柄一样的遥控器 便携 同无人机一样 屏幕 这个6s大小的手机是最合适的 plus 稍微大了一点 se也不错 呃 戴了皮套当我没说 不过不能像以前那样加iPad 倘若你想在iPad上操控你的无人机 你得通过正下方的USB接口单独接一根线出来插上 还得需要一个人形支架帮你抬着 并且 还要拔掉上面那个口的数据线 两者只能选一 两个字 麻烦 就手机凑合看看吧 好 玉咱们摸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出门熬翔鱼天际了 嗯 飞机手柄这样就够了 还差得远呢 再来两块电池 玩得尽兴 再带上Micro USB和Type-C数据线 以防万一 再带上充电器 车充 扔车上 完美 好了可以出门了 瞧你愿意带谁显而易见 至少你选择玉 还可以备点小零食 是吧 嗯 你备这么大一个包去哪啊 我也去飞无人机啊 哼 啊 啊 诶 像这样 这就是你来到一个城市拿了个玉搞的事情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买玉 玩 记录 从包里到起飞 你可能仅仅需要一分钟 并且我们发现它比精灵4抗寒 瞧 Mavic 秒飞 精灵4还在薄乱呢 而在天空中玉图传流畅 精灵4不知为何会是不是抽出风 你可以用玉拍出非常惊艳的画面 比如这样的 比如这样的 又比如这样的 当然 我看网上大家用玉拍的最多的画面是这样的 嗯 你没有看错 这些都是通过玉拍的 它可以让你上一秒爱不释手 而下一秒恨不得把它撕了 这就是玉的镜头与以前大家无人机不同的地方 以前的大家无人机 你不会刻意的去看什么焦有没有对上之类的 拍出来哪都是清楚的 而这次的玉加入了对焦操作 每一次起飞 倘若你没有动动手对个焦的话 拍出来的画面基本上都是糊的 照片更深 但心情好的时候飞着飞着 它又会给你自动对焦回来 哎 太胆疼了 自动对焦啊 自动对焦啊 不知道后面大家会不会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设个快捷键 飞起来按一下 嗯 有时候还要多挖来两下 对焦清晰了再飞远吧 然而解决了对焦问题之后 单从清晰度的角度来看 比金零4还要清晰 而金零4的视角会更广一些 色彩嘛 金零4会更真实一些 欲的色彩则显得有些太过饱和了 锐度也是高得吓人 刚开始看或许你会喜欢 但是看久了你会觉得异常的累 后期调色也会很麻烦 所以建议如果你接业务 使用D-Log模式拍摄吧 如果你不介意这种颜色 拍完了马上用DJI自带的编辑软件编出来装个逼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了如何解决虚焦的问题 我这儿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智能跟随 与金零4不同的是 欲增加了平行跟随 环绕跟随 和D型跟随 这些新增的跟随模式 在平时拍摄过程中是非常方便的 平行跟随和环绕跟随 我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一个平着走 一个围着转 而D型跟随 这是通过欲下方的传感器 对D型进行识别 根据起伏自动提升高度 这对新手来说 拍一个人上楼梯 只需要一直向前就行了 不过还是感觉不够平反 作为老司机还是自己手动操作吧 倘若你旅行到一个地方 想拍拍狭窄的巷子 怕控制不住速度 这个时候 三脚架模式是你最好的助手 看 这个摇杆拨到底的速度 足够让你感觉到稳了吧 既然作为你旅行记录的好帮手 怎么能忘了拍照呢 这次的新功能中 我最喜欢这个手势拍照功能 出门旅游 欣赏大好河山之鱼 来张天空俯拍的自拍照 爽 嗯 要不要再来一张数拍 同样没有问题 发个朋友圈是不是特有逼格呢 不过要有逼格前 你得先做三件事 一 左右晃动一下 让欲注意到你 嗯 很好 他已经看到你了 二 举起双手以示自己的清白 让他知道你是自己人 进入智能跟随模式 三 做出那个令人羞耻的拍照动作 建议在人不多的地方做 以免被当做智障 然后快速摆出pose 三秒之后 欲就会进行拍摄 看是不是很简单呢 才怪 虽然很喜欢这个模式 但是个人觉得步骤太多太麻烦了 而且不适合一个人自拍 毕竟你拿着一个遥控器 多半也做不出什么好看的姿势 当然你可以放心的是 以上的智能跟随模式 都会把焦点 对在你需要拍摄的物体上 不用担心虚焦的问题 不过嘛 还是只有前世避障 请注意侧面 而且话说 在旅游圣地 不可能人人都飞个无人机来自拍吧 还是自拍杆来的青桥 然而三五个朋友踏青 去个人际汉制的地方 嗯 装逼又多了个方法呀 哦对了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 智能跟随时请一定要慢一点 如果一不小心走出了玉的视野 这时候玉就会突然往前加速冲刺 非常危险 倘若你在环绕跟随 多半免不了皮肉之苦了 还有什么 更精确的降落 更优秀的图传 一切的一切 都是要比精灵4更优秀 续航和最高速度跟精灵4差不多 呃 啊不 速度还是精灵4要快一些 遥控器的续航也要好一些 多少还是要留点面子 可是就算留了面子 还有谁会再去买精灵4呢 边际部评分 外观五星 与大疆以往的未来风格不同 但还是非常帅气 特别是盖上保护罩的时候更帅 盖上保护罩还能拍照录像吗 嗯 没有问题 不过取了 效果更好 性能 4星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精灵4有的它都有了 没有的它也有了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拍摄质量3星 拍摄的画质优秀 但饱和度和锐度有一些偏高 而且画质稳定性还有待提高 建议拍片还是采用它的D-Log格式进行拍摄 除了光线降暗时的噪点稍微有一些多 和时刻要提醒自己 记住对焦以外 也没有什么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了 易用性3星 虽然相比以前的无人机更加便携 操作更加简单了 但是无人机毕竟是一个危险的玩意儿啊 新手一定要在无人的环境下多练习才行 而且我就好奇 为什么不来个无为避障 这样才能爽飞啊 这套路 性价比4星 单机价格6499元 倘若配上包 电池 螺旋桨 电池管家 车充等等 一套下来大概8000元 我想这个时候精灵四心里应该有一句话 也不知当奖不当奖 综合得分9.0 那么网友们怎么看呢 有86.8%的朋友觉得值得购买 有13.2%的朋友觉得不值得购买 面对如此压倒性的比例 我还能说什么呢 必须值得啊 大疆通过多年的积累 将他们的民用级无人机分为了两个系列 个人和专业 精灵和玉都归在个人底下 倘若你不差钱 想拍电影赚钱 物是你不错的选择 倘若你差钱 又想接点广告生意 精灵会让你省心不少 但注意 不是精灵四 是死P 倘若你缺一个天空的角度 去发现世界的美好 寓意是你无二的选择 而且你也能拿它做做饗宴 至于精灵四嘛 谁买谁傻笔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两点一线的生活 你是否正在寻找你的人生目标 你是否缺少一个热爱生活的理由 抛弃你心中的束缚 用心去感受 勇敢的走出去吧 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如此的激情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因为有了你 变得精彩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夜行 不凭你期待吗 呃 话说 你真的确定你有出门旅游的机会吗 哈 Mavic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吧 话说我还以为要像精灵寺一样跳票无数期呢 结果呢虽然有惊险 还是无期和大家见面了 鼓掌 话说这无人机真他妈难拍呀 来自优酷的朋友TESTV粉丝家属说 特地建立一个账号投诉你们 只要出一期节目 我家那口子就在我边上唠叨 家里要画耳机啦 要换相机啦 要换呃呃呃呃呃 后面很多字符 最后火锅底料还是不错的 对于这位朋友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该换的都要换呐 最后 多买点火锅底料吧 来自爱奇艺的朋友 杰哥王者荣耀 嗯 一看这个名字就是一位网瘾骚年呐 他说 被父母骂了 来看你们视频 因为是考不好 看你们视频来解解闷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来还是不能伤心 这位同学的感受我想我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小的时候呢都有被大人骂过 骂了之后呢心情就比较糟糕了 但是你一定不要灰心 努力加油 把你的成绩提上来 对不对 实在是学习非常累了呢 你还有TESTV吗 可以看我们姐姐妹儿吗 来自B站的网友大江公司说 Fantam 4 Pro可以买了 期待你们坐呀 嗯 其实我们也在期待你们寄呀 来自A站的朋友 杏将MO1说 戴上MSR7看荷尔蒙纪录片 会不会很出彩呢 出不出彩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会很出色 来自YouTube的朋友 英王说 重庆人在海外看TESTV 看得好想家呀 下次回家 买点火锅底料带过来 说实话 每一回读到这样的海外朋友的留言 就感觉心里边有点酸 所以我非常贴心的 把火锅的二维码放在我的脸上了 请大家扫描购买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海外港澳台 我们都暂时收送不了 对了 还有要说的是 就是我们有两档节目 一档叫值不值得买 一档叫BBT 所以值不值得买是偏正式的 而BBT呢是偏水的 大家不要把它搞混了 支持好节目 一元钱大赏 这周又是五个 自己看屏幕哈 抽到的 联系群演的微信 和他确认 他会把我们的礼品 寄给你 嘿嘿嘿 所以哈 淘宝和微店的发货时间 当天下午三点钟以前下单的 当天发出来 三点钟以后下单的 明天发出来 记得起哦 今天我来说哈配音君 让淘宝店上面的评论 也来上哈电视 第一条 这是个美女评的 汪汪号 小易的小易说 她男朋友是我们的粉丝 她说能够学了吗 糟了糟了糟了 让它开我 好好 味道不错 牛油很香 放了半包 辣的走不住了 建议大家开头少放一点 她的男朋友是我们的粉丝 哈哈哈哈 对的牛油很香 是我们家火根底料理一大特色 旺旺号 FENGZY6868说 好东西 和在重庆吃到的一门一样 好激动哦 呜呜呜呜呜呜 要是再卖一些正宗的毛盾都好了 嘿嘿 可以上电视吗 毛盾 我正在研究 等到家里头 没有上到电视的 不要灰心哈 在微店和淘宝店下单 我就会让你们上电视 嘿嘿嘿 喂星星 有任务来了 嘿 嘿 你摔糊涂了 什么任务啊 老板说最近大跤玛维壳很火 网友们都想看 叫我们一人买一个玛维壳 一人买一个鸡 嘿 我没玛维壳 就这样决定了 走 好 好 好 喂 大姜妈 我要买马尾克Pro 好的先生 嗯 請問你有錢嗎 我有啊 你有貨嗎 沒有 我 我操 哇 你這飛得好高 他在哪兒啊飛機 那兒啊 你讓自己養在那兒啊 那兒 那兒啊 那兒 那兒嗎 那兒啊 不是在這兒嗎 哪兒 哦在這兒呢原來 哦在這兒 哈哈哈哈哈哈